欢迎回到港督新闻 民众如果带宠物出外溜达 没有功德心 不愿意顺手亲苟变的话呢 常常会造成用路人的困扰 前进区三川里的里长 有感于此 在里内幸福川的沿岸 用油漆亲手刷上警告标语 希望可以发挥作用 提醒更多宠物侍主注意 还给大家干净的道路行走 拿出油漆桶 在幸福川的沿岸旁人行道 写上警告标语 他是前进区三川里的里长林正福 这次亲自出动 来到路上书写警语 全因为一些没有功德心的四主 六狗没有顺手亲苟变的习惯 我的标语是这么样的写 随手亲苟变 也让我们的行人 要漫步的时候更方便 最主要的是 散步的时候 要打着高晒 打着黄金 不到几分钟时间 里长林正福已经在路上 写好随手亲苟变 让行人漫步更安全的字句 也正因为写在地上的标语 清楚又容易被看见 因此许多幸福川沿岸的里长 还会跨区请林里长帮忙书写 比如说我们的建新 山明区跨区的我们对面的新德里的里长 丹国欣 还有我们千岁里的林高姓里长 他来找我 说里长里长 你这第一队请我没有 我这没钱了 我随手揮好一下 你也没去 那我就一务大家来帮忙一下 为了维持幸福川周边道路的环境 里长亲自书写标语 并加入向李明不时的口头宣导 要捍卫河川周围的干净与整洁 港部新闻黄子坚 李中益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